剪刀 原理就是做上下二骨的切開 然後移到新的位置 移到新的位置之後 除了骨架的改變之外 因為上下二骨帶著牙齒 所以牙齒也移到一個新的位置 那移到新的位置之後做一個固定 那通常是針對就是 咬合或是臉型有異常的人 我們會去做這種手術 我用簡單用這個模型來做一個說明 這一個是相對 相對正常的一個牙齒前後關係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臨床上遇到比較常見的 我個人會把它分為 以外型的問題來看大概有五種 第一種最常見就是屬於後道 就是手術前 它的牙齒咬合是這樣子 下牌咬到上牌的前面 那第二種是反過來 就是叫做小下巴或是爆牙 這個就是下牌咬在太後面的地方 那另外第三種比較常見是 正面來看它是歪一邊的 就是上下是偏左 下巴偏左偏右這種 那我們叫做不對稱 就是第三種 那第四跟第五種相對比較少見 不過第四種原則上是屬於那種凸嘴的 就是這個部位比較凸的案例 那第五種是屬於前面打開 我們叫做前牙開牙 但是它臉型相對是還算正常 所以我認為以臉型來看是有這五類的案例 那另外的話就是目前有一個狀況是 我們叫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睡眠呼吸中止症呢 實際上也可以透過上下額骨的前移來改變呼吸道 所以這也可能是潛在需要做真二手術的情況 如果說回來的畫面就夠夠了 但是我們要先吃掉 那另外一見 就是在下個角圍